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星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青赞同类疗法 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疗疗疗疗疗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个尿剂 今次又和大家介绍 另一个同类尿法的灵丹妙药 这个是 Magnesium Muriaticum Magnesium Buriaticum 或者是 Magnesium Chloride 中文叫做 绿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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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适用于哪一种的情况呢? 最有机会 和最主要的绿化尾适用的症状 就是人的肝病 或者是肝炎 或者是肝硬化 肝炎 是导致的 嚴重的 长期的疲累症 这个一种的 很主要的症状 因为你患过肝炎 或者肝病呢? 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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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长期的疲累 还有一个 我叫做关键的症状 这些人 通常是对于那些炎 是很敏感的 例如咸的食物 或者是海风 或者是在海里面 即是海浴 或者是海游水 是会令到他的人 是很差的 那譬如有些人 吃了咸的食物 可能他整个嘴唇 就变得红了 可能嘴角粒爆裂 或者可能 吃了些咸的食物 会引发头痛 或者甚至乎 他走近海旁 或者游了船河之后 他人都会觉得 他人是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这个绿化尾 是通常在这两个情况下 是一个很主要的疗剂 很明显 这是跟肝脏有关的 通常这种人 是消化比较弱 还有他人是很衰竭 即是很疲累 很严重的疲累 那肝病的肝药 或者肝乳 肝乳 肝乳 做出来的 各个消化的药 就是很弱的消化 他们通常就是 只能够吃些蔬菜 他们吃不到肉 而且吃东西 吃得很清淡 如果你被那些很肥利 煎炸 大鱼大肉 或者肥利 他们受不了 这个症状 跟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一个是炭灰炭酸炭酸味 就是刚刚相反的 炭酸味 炭酸味 他们是喜欢吃肉的 食肉怪兽来的 但是绿化味是刚刚相反的 他们是不喜欢吃肉 是喜欢吃素食者的 当然他们素食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消化很弱 消化不到肥利 肉类 或者煎炸的食物 所以他取向吃这种食物 所以有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用在感冒症状 你知道了,严重的感冒 会导致很多不同类型的症状 包括关节痛 每天早上吃起身 可能会很僵硬 会很疼痛 可能会很疼痛 慢慢用得耐口 就是耐口 会很舒服 通常逆脱是大黄 这是一个几点型的肝的症状 有肝屈、肝乳、肝火性的人 通常很明显,他们的脾气比较臭 很容易很吻疹 整个面都好像很不满的表情 也很难叫他们放松 对很多事物都很紧张 这很多时候是一个营养不良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主要的症状 有肝屈、肝乳、肝毒素多的人 有肝病问题的人 通常早上起床 总是觉得他不得清醒 即是睡觉后一早上起床 或者五岁也好 睡觉的时候总是觉得很难醒 要需要一段时间挣扎 好像是吐吐吐吐这种情况 当然他要起床之后 动动一轮 好像肝的毒素要慢慢排走 他才会觉得舒服 所以这种人通常是早上起床 很满陈的 奶床起不了身 当然觉得人肝硬硬硬 要冲回热水量才舒服 或者要动动回来 才可以慢慢地 将这种疲累的感觉消除 Megnesium muriartica 即是绿化尾 其中一个症状 通常集中力有困难 即是他硬是觉得人头重重 身重重 脚重重 好像很毒素内聚 而且是一种很外制 很sluggish 很外制的 就好像早上起床 好像刚刚喝了过量的酒 是一种宿醉的症状 它的症状在某个程度上 好像我们以前也介绍过 一个叫Jalcemium Jalcemium的疗剂 Jalcemium 其实是一个很经常用得着的 我们叫做黄末里 黄素氢或者黄末里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感冒药 通常人会觉得很脆脆 身重重头重重 但是Megnesium muriarticum 它跟Jalcemium的不同之处 就是Jalcemium 通常是黄末里 通常是不多口渴的 但是绿化尾 Megnesium muriarticum 是容易口渴的 大家都有时候都听过 有种叫做Ketsing disease Mononucleosis 一种病毒性的症状 一种病毒性的症状 通常人患了之后 可能是长期 很多年来 人都是很累的 累累累累 重重 很僵緊 这种病毒性的症状 通常是显示肝 受了損害 令肝乳肝屈 肝毒素多 大家都觉得 其人好像不舒服 不长时间 很僵硬 和重 当然,如果早上起床,口苦苦,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肝症状 肝毒素多的症状 刚才说的是感冒 很特别的地方,在感冒 虽然他很疲累,疲累,疲累,疲累 但他也不喜欢躺下,躺下觉得很不舒服 在症状的情况下,通常是冷,很寒 但脚很热,通常要把脚伸出去 把脚伸出去,在户外的空气会舒服 在户外的空气会舒服,在动动会舒服 虽然他喜欢穿好衣服,但也喜欢在户外的空气地方走 他们是一个素食者,喜欢吃水果蔬菜 很多时候受不了奶 吃喝奶会导致他可能不息,或者便秘 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如果肝药,肝毒多,肝瘀 肝瘀,肝瘀,肝瘀,肝瘀 他就是不喜欢工作 而且不喜欢思想 他们不喜欢工作 但他确定要动动动,才觉得舒服 在情绪上,他们有一种怨恨 一种怀恨、悲情 可能有些受了一些情感上的创伤 所以导致他们在情绪上 有一种怀恨、怨恨的倾向 这些人很怕对抗性 就是真责的场面 他们会尽量避免 如果见到一些人在怒吵 他们很怕 很不安 当然他们也很消极 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有些不满的地方 他们也不会直接去投诉 但是把那些不满的情绪 把自己的情绪握在自己里面 跟着感觉上好像很怨恨那种感觉 好了 当我们遇到肝炎 或者是mono mononucleosis 这种病或者是肝硬化 而导致人们开始很累 早上起床时 好像眼睛不得清醒 又很怕吃那些咸的东西 烟饭多的东西 而且是喜欢倾向吃素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或者慢慢地 是严重一点 是导致神经衰弱 在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考虑 应用 magnetium muriaticum 绿化味 好 今次介绍绿化味 是这么多 原医生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尿剂 你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尿发尿剂 可以在铜锣湾 炸电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